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新闻频道 我是美玲 先请大家来看几段视频 中国浙江省义乌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义乌国际商贸城更被称为世界的超市 然而 近年来有意竞争白热化 国内需求疲软等原因 义乌的经济持续下行 老板们都说生意难做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义乌的繁荣与衰败 我们先来看看义乌曾经的辉煌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国际商贸城 经营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640多万平方米 整个商城拥有7.5万个商位 如果每个商骨逛三分钟 按每天八小时计算 那么逛一年都逛不完 日均客流量更是超过20万人次 每天都有很多老外来这里购买东西 这里的老板身价基本上多过千万 而且很多老板还会说流利的英语 商贸城内拥有20多万从业人员 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真的是太大了 2022年 英屋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3907亿元人民币 每次明星老板当中 93个人是做电商生意的 据英屋市市政府官网显示 2022年 英屋居民人均年收入为78215元 近年以来 英屋积极转营做电商生意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青年失业率持续高升 不少大陆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很多年轻人勇入英屋创业 电商业务呈现爆炸性增长 直播带货为英屋商贸城带来了新的商机 从饰品到香包衣帽 从家居百货到五金电器 在这里万物皆可播 直播订单模式已经成为 英屋商贸新业态发展的一大亮点 被称为英屋转型的4.0版本 英屋商贸城通过招引直播平台 网红服务机构和知名网红 开展各类直播带货行动 目前已经累计邀请网红2000余人 不少店主除了稳定合作主播以外 也架起直播架为自己商品带货 80平均纲的轮骨结实有耐用 散面也是特别的大 136公分 情侣两用的一款 如果你需要来我这不见 一单我就挣一块钱 三四个钱顺风包装到家 英屋国际商贸城市场 距离北下猪 仅10分钟的车程 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 在这里讨价还价 成堆商品 散落在地板上准备包装 这里没有花销品牌 只有最低的价格 很多小商户都表示赚钱越来越难 坐落于义屋的北下猪 近年以来以网红直播第一村 电商之都等称号 吸引着大量直播者 商人来这里淘金 梦想着一夜暴富 北下猪村面积不大 走一圈下来只需20分钟 在直播圈里 北下猪村的名气很大 用5000多家商户 1000多个微商品牌 新鲜库 九孔衣架 冰锈等爆款产品 惊出一次 一种产品走红 大家都争相以更低价格 出售这种产品 想把对手给挤出去 最后到了大家都不赚钱的地步 一切就都崩溃了 这种残酷的竞争模式被称为内卷 一位老板说 在一屋 生意都是一分一分赚出来的 价格被降到最低 成本压缩到极致 到最后就是产品质量大衰退 9块9大水湖曾经是北下猪村 常年爆款产品 但是在去年 一位直播培训机构的人说 几乎所有用户收到杯子都漏水 90%退货率 产品不合格 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就不带货了 争告培训 下面这位女士 在网上买了一条裙子 结果等了快一个月才收到 她吐槽说质量太差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量 不知道你们能看得清楚 就是这个面料 就像超级无敌廉价 然后就像 我应该怎么形容它呢 你讲它像塑料吧 没有塑料那种滑滑的声音 但你讲它 我感觉它面料 可能是我小时候那种 很廉价很廉价那种裙子的面料 真的 我第一码 而且它 我跟你讲 这个裙子是100多买的 然后虽然不是很贵 但是也是在一个 就是旗舰店买的 然后每天看她们的直播 她们穿上超好看的 我等一下给你们穿上 你们看一下 超级无敌廉价 这是这种穿上真的效果 你们能看出来是个新裙子吗 有没有有种感觉 像我们小时候十几岁穿那种 十几岁的时候 我感觉穿那种很low很垃圾的那种面料 你看它皱的 它根本不是那种一皱的面料 它是像 你讲它雪房吗 那你雪房没它垃圾 雪房有这么重吗 你看看一眼 你看看一眼 真的S它的 你看这个形容 它有形容吗 嗯 前面 好一点 我看它的销量大概是 之前我买的时候是三千多 现在看两百多 这怎么可能退货率不高 大家又不是傻子 你把我们当傻子火 你以为卖出去了 然后我们收到就行了 你有这个时间抱怨 还不如去接一下 好好去搞一下质量 现在女孩子爱买衣服是真的 女装退货率高也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的质量能做好的话 会大大缩减退货量呢 退货率的 随着直播电商的兴起 培养主播也成了一屋的 又一新兴产业 导师教新手 如何活跃气氛 成功说服观众掏钱买单 从妆容穿着到说话方式 向轩解释着直播的技巧 有的主播满怀期待来 有主播失望的离开 被嫁中的繁荣 在2019年达到了顶峰 当时村中有许多网红 和直播卖家的身影 如今热潮消退 街道不再热闹 商家们开始放慢脚步 甚至是关门大吉 下面这对年轻人 其一屋创业 每天都非常繁忙 但因为走的是 薄力多箱这条路 四个月下来 根本就赚不到钱 只好关闭门店 是的我们准备不干了 然后要闭店了 具体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因为不赚免 如果赚免的话 也不会选择闭店 一些粉丝朋友问我们说 人家每天出那么多单 几百单还不赚免吗 然后还有好多要来 给我们学习的 然后我们都没有让来 主要是你不要看 他们出的单多 出的单多 它不代表能赚到钱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每天很忙很忙的 然后单确实不少 然后但是确实没有赚到 因为我们是 手里多销的 然后我们的成本 就一句话 确实现在走低价 这个赛道确实不好做 然后女人少话 还忙不过来 每天睡得很忙的 但是赚不到你的 我们做差不多 做电商四个多月了吧 四个多月也总结下来了 一些心情吧 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小经验 但是电商这个赛道 真的是太卷了 很多粉丝朋友 自信我们说 他们也有 想来这里做电商的想法 会有限制 说呢 你初来到这里 来到运辐这里吧 你不要先想 人一开始就做 你一定要先去学习 等你接触了这个 电商这个领域之后 慢慢的了解 之后 你会发现 咱们一个新手小费 都要随时开始 才做的 而且这边吧 你不要太轻易地 相信别人 所以说 你可以先学习一下 如果你一来就开始做的话 也不建议你成货 成货的话 成本太高了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一开始做的话 就先成货 然后如果我们成货的话 还有住仓库 就无疑就增加了我们的成本 然后前期 本来是是 保护国销赚的很少 所以说就前期 你真的就赚不到免 因为你的成本 大于你的利润 下面这名男子分析认为 主播纷纷撤离北下租 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供应链 以及主播纷纷撤离北下租 其实原因很简单 北下租租金的涨价速度太快了 现在一家店面的 大概是10到20万不等 赚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涨价的速度 所以很多的商家 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另一个方面 很多的供应链 存在着恶性竞争 一个品爆了很快就有同行的跟进 开模具量产打架了让 所以大家都挣不到钱 直播现在是红日期 所以很多的供应链 会选择对接主播给他们供过 但是有一个问题 很多北下租的供应链产品的 重合度太高了 所以很多大的主播 只会选择一到两家 真正具有优势价格 以及靠谱的供应链来进行合作 资金压力恶性竞争 对接不上主播 所以导致很多的供应链 纷纷撤离北下租 下面这名男子在衣物做电商 一个月以后失败了 大家都以低价销售 都挣不到钱 太简了 在衣物创业一个月 运到失败了 我准备打包回家了 我相信这是很多 来衣物创业的合伴 真实的写照 但这次我真的不一样 因为自宜电商购门在武汉 武汉这边物流实在没有优势 于是我在衣物链仓库 在衣物发挥 电商这个东西 赚钱就是好一分钱一分钱 扣出来的 现在我做的内幕 穿代价下半年是旺节 每天零售加贴发 有五千多部 就打从邮费一单省一块钱 每天也能省下贴钱 很多电商小白 承换报单和数据 不细酸帐 不从细节里抠 结果到后来 你会发现自己是亏的 多说现在市场不景气 而我建议各位 应该多出去看看和床房 实践就有经验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衣物的街道 不再有以前的热闹场景了 大家好 我现在做家衣物 带大家看看衣物店面和街道 我惯了 好多都是关门的 都是电商楼的货 有云物街头 好多倒闭了 关门了我们的 都是电商楼的货 还有城管 也有拜杠奏的 这些都关门 都转烂了 其一屋的游客 棕榈湾酒店也停业了 里面的沙发椅子 都在降价出售 像这种沙发 50块钱一张 衣物原来的棕榈湾酒店 今天停业了 88号机师 已经回去收麦子了 所有的设备 物品全部现场低价处理 这个沙发 80块钱一个 椅子 60块钱一张 很多几百张 那种木椅子 40块钱一张 有需要的到现场来看 很多东西 我带你们看一下 这种挂钟 楼上100多个 20块钱一个 很多楼上还有 还有喝水的杯子 两块钱 三块钱 碗也是一块两块三块 很多啊 碗碗叠叠都有 很多都是两三块钱一个 两三块钱一个 水壶 10块钱一个 还有这种乱七八糟的 不锈钢的这些 很多都是几块钱 麻将桌 几十张 这种椅子 几十张 还有电视机 沙发 50块钱一张 随便选啊 一屋成熙 有一家饭店也关门了 原来是一家江西小草 几十万打了水漂 一位二手设备回收商 在网上发帖说 有圆桌四张 石墨椅子八十张 未有水要收购 开江西小草的 可以过来看这笔货 大家看一下 这个石墨椅子有这么多 圆桌大概有个七八张 大家看一下 用得上的 过来悬一下 货就在路口这边 优成熙 这个 检测柜 还有个两面五的 阶梯柜 大家看一下 还有四门冰柜 除马里面的设备 四门冰柜 网柜 货架都在这里 所有这些位置 大家过来看一下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